因為我們法務部也沒有哪一個人去偵辦過這個案子 那所以呢 被害人呢 我們應該說他可能有中國大陸的人民 對不對 但是也有可能有肯亞的人民 也有可能有台灣人民 沒錯吧 都有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呢這裡面的嫌犯 有可能有各個國籍的人 也沒有錯吧 對不對 所以呢 我要 所以我們能不能請問喔 他的這個機房在什麼地方 在肯亞 在肯亞 這個是中國大陸告訴我們的嘛 不是 南非的這個報告 不是 對不起啊 對不起 我們談法律啦 因為 就肯亞的這個審判 他們已經被無罪釋放了 對不對 什麼詐騙啊 什麼都沒有罪 這個八個啦 什麼集體 什麼叫做什麼 這八個人啊 這些都已經被釋放 對不對 然後就肯亞的法律呢 他們也沒有涉及詐騙嘛 因為沒有被起訴嘛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所以這個犯罪工具 就肯亞的法律來說 這些所謂的機房也並不是他們認定的犯罪工具 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不知道 我是說肯亞的法院是這樣認定的嘛 肯亞的判決書我們也沒有看到 所以聽我說啦 然後所以呢 他這個犯罪的地點 有可能是在肯亞 但是受害人有可能是在中國大陸 有可能是在台灣 這都沒有錯吧 都有可能 那這個主謀在哪裡 我們也都要去了解 都不知道 對不對 主謀也有可能 是在台灣啊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那所以我的問題來了就是說 好 我們就談屬地主義好了 因為我看了這個 陸委會在這個 內政委員會的報告 這內政委員會的報告 今天的報告 他有講說我方具有管轄權的理由啊 他講說 他說這個我們有這個國籍管轄的原則 那 大陸因為他講說他那邊有受害人嘛 他那邊有受害人嘛 但是我們不知道 是他講的啦 所以他們有這個 這個課題領土管轄的原則 他說可能會有 那我們也認為可能會有 對不對 我們也認為是這樣 可能會有 但是既然他只是可能會有 他只是主張 那我們很確定的是 這些被限制人身自由 這些被中國大陸帶走的 這些是我活的國民沒有錯吧 這50位45位加5位 50位是我國的國民 所以我們對這幾位 我們也有管轄權 這是很確定的 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確定我們有管轄權 可是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不確定 中國大陸有管轄權 我們確定肯亞有管轄權 對不對 人是在他那邊被抓的 他們認定他們有犯罪行為 雖然後來被判了無罪 可是我們不確定啊 中國大陸有管轄權啊 中國大陸有管轄權 他對他那個中國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他可以把他帶走 他們有屬人的管轄權 可是他的理由是說 因為被害者是在中國大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他們有屬地的管轄權 這個叫做 根據入委會的這個報告 這個叫做 課體領土管轄原則 可是我們怎麼確定呢 我們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是應該 堅持我們的管轄權才對啊 但是我們沒有堅持 我們第一時間就要求他放人啊 還人啊 我能不能等一下再跟你談這個部分 我只是要確定說 你早上再跟我們講的說 我們是這個國際上的這個慣例喔 都說啊 說這個叫做什麼 屬地主義優先 什麼方便便利裁判庭啊優先 但是這個屬地主義啊 如果是在肯亞 他是犯罪的發生地 他人在他那邊 他就被他抓了 大概也沒話可說 可是很多大部分的國家 一個正常的國家政府機關 譬如說像美國好了 美國人如果在世界各國如果犯了罪 美國大概會主張 這個人是我的國民 齁 無論他最後能不能成功把人引渡回去 他應該都會做這樣的主張 因為這是我的國民 那如果在美國國內發生了其他的國家的人 在他那邊犯了罪 他說這屬地主義 因為犯罪發生在我的國家 這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因為他想要 他盡力要維護他的管轄權 他會有不同的標準 當我的國民犯了罪 在你的國家我會主張屬人 因為這是我的國民 對我們就是這樣 沒有欸 還叫他還人 沒有沒有沒有 對不起 我們叫他還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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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對不起 有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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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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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的原因是在 今年2月16號喔 我再一次回到這個 你們的這個 2月16號的這個會議喔 你們說國際的慣例就是屬地啊 優先啊 所以不論個案是什麼 我就決定了就屬地優先 對不對 沒有錯吧 我應該沒有誤解吧 我們不談個案 我們談通案 就這種跨國的這個詐騙 我們就屬地優先 叫做通常屬地原則 以及便利管轄原則會被優先考慮 所以你們做了結論 第四點啊 就是說 我們這個這個這個 尊重國際間有關案件管轄的通案原則 例如屬地原則 最便利法庭原則 最便利法庭就在肯亞開庭了嘛 屬地原則因為他的課題 這個屬地主義 是中國大陸宣稱他有管轄權 所以我們就尊重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態度其實 是給了中國這個官方的要求的一個正當性 因為我們的政府的看法是一樣啊 對不對 你法務部的看法也是一樣啊 所以我這個想說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這樣啊 我也不能這樣解釋 那你解釋給我聽 第一 2月16號開那個會是通案的原則 不見得是對雙方都公平的一個標準 所以反過來 如果是我們的人在這個 是大陸人在台灣犯罪 跑到別的地方 那對我們來說審理比較有利 就應該台灣來審判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是一個 不涉及具體個案的 一個通案標準的一個原則 所以他是完全對等的 並沒有說 沒有沒有沒有 對不起喔 羅部長我必須要打斷 我沒有指責你不對等 我只是澄清說 對 你們現在的處理方式 就是屬地優先 有可能 有可能對其他的國家不利 對我們可能有利 有可能對我們不利 對其他國家有利 這個我不爭辯 但是我要確認一點 就是現在我們的法務部 召集這個會議之後 的結論 就是我們就是屬地主義優先嘛 這是原則嘛 當然會不會有例外 有可能有例外 但是原則是這樣 沒有錯吧 原則是這樣 所以是嗎 沒有 現在我們還不確定 他的主張屬地 到底有沒有確實的依據證據 所以我們才要去了解狀況 知道他的案件 券中資料的內容 所以如果他的屬地 他裡面如果他的被害人 有中國大陸的話 那他就確定了 他是屬地優先 有中國人民 假設都沒有台灣人民受害 只有中國人民受害 那我們就確認了這個屬地優先 是這樣嗎 還是可以協商 因為這些人 所以那個協商 是去協商 例外的情況 所以我們原則上 是尊重這個 中國大陸的這個叫做 客體屬地主義 應該這樣沒有錯 所以我們就放棄了 我們對於這個管轄權的堅持 這不叫 那我們就不堅持我們的管轄權 不是啊 我們都還要協商 我從來沒講過 我們有沒有堅持我們的管轄權 我們現在第一時間 我們堅不堅持我們的管轄權 我們當然始終第一時間 就說我們要把人 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 那第二時間呢 第三時間 我就問你嘛 我們堅持不堅持我們的管轄權 我們現在始終說我們有管轄權 都說我們有管轄權 是啊 只是管轄權進行 只是說管轄權他也有我也有 是啊 是齁 雖然我們不確定他有 但是我們也先承認他有 我們尊重他 所以你說你有 我們就說 那我們再來商量看看說 這個人 這個確實狀況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還不知道 我能不能請這個陸委會 能夠一起上來 陸委會 好 我能不能請問一下 這個外交部啊 我這樣子把這個事情做一個 進一步的釐清好了 不好意思再耽誤各位的時間 就是說 這個 從外交部開始 外交部說 報告說 中國大陸駐肯亞大使館人員第二頁 報告 聯合肯亞警方自 法院地下室 代至什麼什麼警局非法扣留啊 這個外交部指控 肯亞警方非法扣留 是中國大使館 駐肯亞大使館人員聯合肯亞警方 然後帶到肯亞的警局去非法扣留 我國人民喔 對於這樣的指控 法務部同意不同意 我們沒有任何反對的意見啊 我們都對這種 不是 你同意不同意嗎 他們一定有他們的一個資料 不是 我要請你法務部講出 你同意這個字很難嗎 就你同意不同意 很難 因為我們沒有資料 我們出去說 因為你不知道 因為你沒有辦過這個案子 所以我還不知道案情 對不對 但是我們發現就是 你對於我們外交部陸委會 對於中國官方的指控 你非常之謹慎 你這個說我不知道 我還不能說他們是真的 犯了這個惡行 你看 聽我講完 這個你看喔 中國大陸這個外交部的指控 多嚴重啊 嚴正抗議喔 然後說還要還去提告 對不對 然後呢 我能不能再引述說 這裡面提到的這個 各種我其實不用再舉例 我們講過很多次 外交部的抗議非常的嚴重 那陸委會的抗議呢 也很嚴重啊 對不對 他說這個國台辦要協調 有關部門啊 競速釋放我們不得強壓制大陸啊 然後又說 在雙方違反雙方的協議 那這個抗議啊 嚴重傷害兩岸八年來的建議的互信 我們表達抗議 那你對陸委會的抗議 你也持保留的態度 不是 我信任他們的判斷 但是你不敢確定 對不對 我信任他們的判斷 但是因為你沒有確實的證據 你還沒有辦過這個案子嘛 所以你不敢確定嘛 那我能不能引述喔 法務部的新聞稿 法務部昨天發了新聞稿的 第1 2 3 4 5 6 第7行喔 他講說喔 取等 取等就是我們這50位中華民國的國民喔 在肯亞與大陸籍人士共同架設電信機房 炸騙大陸人民 這我就搞糊塗了 欸這個 我們這個法務部部長羅英雪這樣的堅持說 我還不了解事實 我沒有辦法去附和 我只能說我信任他們 我尊重他們 說陸委會跟外交部 報告委員這個新聞稿裡面講的是涉嫌人 所以我們就沒有論定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罪嫌 他是上開兩岸之涉嫌人共有50名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對不對 然後呢 取等在肯亞與大陸籍人士共同架設電信機房 詐騙大陸人民